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条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经济学人封面故事指出中国已经成为科学超级大国 但这是否意味着危险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的言论引发的争议 以及一个退休大爷仅花六元就买到了所谓的军事机密 最后共和党议员对微软在中国的业务提出质询 原因是去年中国黑客利用微软系统对美国联邦政府网络发动了重大攻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学人在最新一期封面故事中探讨了中国作为科学超级大国的崛起 及其引发的全球关注和担忧 文章详细描绘了中国在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突破 尽管中国的科技成就令人瞩目 但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警惕 担心中国的科技进步可能会带来地缘政治上的挑战 许多中国精英对此感到愤怒和沮丧 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对中国的科技崛起采取了不公平的打压措施 文章引用了多位专家的观点 指出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成就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的结果 更是无数科研人员辛勤努力地接近 在明镜电视的节目中 讨论了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强调了要推动企业政企分开与加强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的讲话被批评为毫无逻辑 甚至被认为是中宣部的高级黑 节目中提到 这种矛盾的政策只是让人质疑中国政府 在改革和发展中的方向和决心 与此同时 中国国家安全部曝光了一起新提案 一名退休大爷因花六元购买军事机密而被捕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国家安全和信息泄露的广泛讨论 根据经济日报的报道 中国对欧盟的反制手段预计将有限但具针对性 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和乳制品上 德国研究机构Merix指出 中国可能会对知识猪肉等欧盟产品采取报复措施 而不会对自身需求的机械化学品及医疗技术产品下手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佳颖认为 中国希望避免贸易战继续让骑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 因此可能会选择针对欧盟个别国家施压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图兴权表示 中欧之间仍有谈判空间 尽管关税措施已经实施 双方仍可通过协调立场来解决证断 中国官媒也多次暗示将对欧盟进口猪肉 乳制品等展开反倾销调查 纽约时报报道 共和党议员在周四的听证会上 质询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 针对微软在中国的业务 以及去年中国黑客利用微软系统 攻击美国联邦政府网络的事件 史密斯解释说 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占公司销售额的1.4%到1.5% 并强调这些业务有助于保护美国客户的商业秘密 尽管微软在中国的运营面临挑战 史密斯承诺进行大规模的网络安全改革 并将高管薪酬与改革进展挂钩 然而微软的竞争对手如谷歌亚马逊等 也借此机会批评政府对微软的依赖 呼吁技术供应商的多样化 共同网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意大利南部法萨诺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 签署了支援乌克兰的合作协定 该协定包括提供非杀伤性防卫装备 和治疗受伤士兵等内容 岸田表示将推进多项支援举措 如提供财政支持和大型排雷机 并计划主办乌克兰地雷对策国际会议 泽连斯基对日本的支援表示感谢 协定还规定只要俄罗斯继续进攻乌克兰 日本将继续对俄实施严厉制裁 并在俄罗斯发动新袭击时 日乌政府将在24小时内磋商支援措施 新岛日报报道 欧盟拟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临时性关税后 中国正酝酿反制措施 可能提高从欧盟进口的大排量汽油车及白兰地的关税 中国业界对此非常不满 呼吁政府采取反制措施 此外 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与欧盟的进口白兰地 进行反倾销调查 预计8月底前公布初步裁决结果 欧盟在电动车补贴调查中 要求提供企业隐私和商业机密 引发中国业界的强烈反应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回应称 中国国内产业有权提起调查申请 维护合法权益 韩联社报道 第九届韩国中国广东发展交流会 在首尔隆重举行 主题为加强新能源和智能制造合作 此次活动 由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是两国地方政府间首个经济合作平台 吸引了200多位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参与 会上 韩国贸易协会 宏基创能科技 韩国智能制造创新协会等机构 就清能源和智能制造领域展开深入讨论 并提出具体合作方案 此外 韩国清能融合联盟与佛山环境 与能源研究院等机构 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进一步推动两国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 杨炳乃强调了广东省在中韩经济合作中的重要地位 表示 韩国将积极挖掘商机 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宁生 则承诺为韩企提供稳定的投资和经营环境 新周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意大利的七国集团 聚期 峰会期间签署了一项为期十年的双边安全协议 此协议旨在加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侵略者的能力 并推动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 协议规定如果乌克兰遭受武装袭击 两国将在24小时内讨论应对措施 拜登表示 此协议将长远巩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 并传递出聚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坚定立场 同时 聚期同意以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利息收益为担保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 泽连斯基称 这项协议具有历史意义 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重要一步 并表示协议不仅是安全保障 更是保护人类生命的承诺 新洲网报道 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在吉林与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 卢胡特举行会晤 强调中 印尼要共同打造亚万高铁这一金字招牌 并拓展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和名声改善三大重点合作 王毅指出 明年时中印尼建交75周年 双方应筹划高层交往 巩固战略互信 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 卢胡特表示 印尼愿积极推动全球海洋支点 构想同一带一路 倡议对接 运营豪亚万高铁 并在海洋 渔业 人工智能等领域 加强合作 亚万高铁将大幅缩短亚加达 和万龙之间的交通时间 成为两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新周网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在纽约表示 他对中国中小银行 可能违反美国制裁 令与俄罗斯做生意 表示担忧 他指出 中国的大银行 真是其代理银行关系 不太可能冒险 但中小金融机构则不同 叶伦强调 如果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系统性 违反制裁 他也会考虑采取惩罚措施 几个月前访问北京时 他曾警告中国金融机构 不要为俄罗斯军事实力的贸易 提供便利 否则可能面临制裁 新岛日报报道 今年初一名61岁的中国男子 在冀州岛进行重制压手术后不幸去世 死者家属表示 手术后他感到剧痛 并于当晚去世 试检结果显示 死因为下颌骨粉碎骨折导致出血 几州警方接报后 以涉嫌业务过失致死为由展开调查 并对涉事牙科进行扣押搜查 涉事牙科表示 死者手术后没有异常迹象 并表示如有责任将会承担 经济日报报道 官媒上海证券报指出 三季度货币政策将再度发力 降准降息均有空间 多家券商分析师预计 年内还需额外释放5000亿元流动性 相当于一次25个点子的降准 预计在三季度政府债券供给集中阶段 可能通过降准释放低成本流动性进行对冲 分析师还认为 当前降息的迫切性更高 预计三季度中期借贷便利MLF 操作利率可能下调20个点子 下半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将持续发力 不排除设立新政策工具 或上调现有政策工具额度的可能 经济日报 美国财长耶伦在周四发表讲话 直指中国大规模国家工业补贴模式 是全球无法接受的 他指出中国政府对战略性产业的过度补贴 导致制造业产能过剩 远超国内需求 进而威胁全球就业 促使其他国家采取新的贸易壁垒 耶伦重申 美中脱钩将损害美国利益 但如果中国继续坚持这一政策 可能会严重干扰两国建立健康经济关系的努力 此外 耶伦还批评共和党传统的供应测经济学模式 认为其忽视了公共基础设施 教育和劳动力培训的重要性 在谈及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时 耶伦表示 中国的大型银行已注意到美国对俄的制裁 不愿违反这些制裁 但若有必要 美国不排除会采取行动 星岛日报 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 签署了一份十年期的双边安全协议 旨在提供乌克兰长期的军事援助和训练 以强化其防御和威慑能力 这项协议不仅向俄罗斯传递了美国及其盟友 对乌克兰坚定支持的明确信号 还被泽连斯基形容为抗俄作战的历史性一天 并视为乌克兰通往北约成员国的桥梁 协议规定 若俄罗斯未来发动攻击 双方将在24小时内进行最高层级挫上 此外 协议还加速乌克兰的欧洲 大西洋一体化 尽管拜登重申美国不会派兵到乌克兰 但将继续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 然而 这项协议被认为不一定 对未来的美国总统具有约束力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表示 他将通过谈判迅速结束俄乌战争 但未详细说明如何进行 东方日报 欧盟计划下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 最高税率达38.1% 摩根士丹利预计 中国车企将加价15-30% 以应对这一关税 该行指出 部分中国车企计划将额外关税转嫁给客户 以维持盈利 关税主要针对纯电动车 预计更多中国制混能车将涌入欧洲市场 这对比亚迪 领克级富豪汽车等品牌有利 摩根士丹利认为 欧盟加征关税不太可能阻止中国电动车的发展 但中国车企加快本地化计划将是关键 大和证券也表示 现有的关税幅度较温和 显示欧盟并未对中国车企关上大门 由于中国车企出口至欧盟的数量不多 加税影响有限 大和证券重申看好比亚迪海外市场的长远发展 并给予买入评级 目标价220港元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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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